猫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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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現說 晚上的猫頭鷹的叫聲 越來越少 才會去證據說 因為我們的農民過度的開發 它的天堂速度減少 所以我們才會 從國外引進人工草鄉的概念 然後回來開始製作 當地猫頭鷹的草鄉 從2003年開始試掛 然後到現在 每年大概有二道三朝成功離朝 當地開墾 到路之後常常發現猫頭鷹被撞 所以我們才開始 增加收容中氣障 當有民眾發現的時候 我們會先留在這邊觀察 然後受傷的盡量可以 把它救治 然後到最後才是解放 物工區公所這邊也會做很多 大型的雕像 用公園啊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場所 文圖書館 教堂那邊有放 讓更多的人去認識 毛頭鷹這個物種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一些民眾一起來努力 來做這一項工作 做一些民眾 思考大學